正所謂零在一師進,莫在一師停 和富大埔在足總盃初賽 並沒有因為首回合領先3比0 而在鑿客南區放棄進取 按機師7分鐘的入球 令對方的出線希望一下子由渺茫變絕望 足球有時候未必是錯的躺下 躺下的都可以是對的 躺下在禁區的卡里爾就駁倒12碼回來 親自做拐子手射入 16分鐘幫南區在次回合攀平 不過經歷冬天的南區依然是冬天 要反敗為勝過關 這一刻他們還需要四個入球 才有可能創造奇蹟 沒有回頭路的南區 就算多努力 都只能在換邊後10分鐘 憑著林家亮見功 再沒辦法搶多些入球 次回合只能反勝2比1 但都改變不到大埔兩回合計 贏4比2的事實 八強會對橫濱FC香港 香港粉頻電視記者 郭子龍報道